補充一下那个郑秀文的那个东西是 Semi这个表示他要原谅 就跟所有的公众人物 他们的老公出轨了 偷吃了的结局是一模一样的 反正袁佩一定要演这一出大戏 就是出来表示原谅 但是各位表示原谅之后 就各自有各自不同的发展 你看当初像瓜哥秀秀出来也说原谅 但是很快的他们婚姻就结束了 现在时代不同了 所以为什么有很多女性朋友会觉得 为什么 就像他举例像马依利文章都偷吃成这样 甚至有老婆在怀孕的时候也偷吃成这样 为什么就一定要这样做 可能在公众人物他会觉得 在现阶段我就算不想原谅 我也得把这个声明发得很漂亮 这是表面上的理由 但是我想讨论一个更深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郑秀文 她是16岁那年认识了21岁的许志安 16岁的少女 声音这么好 所以许志安很喜欢郑秀文 她觉得这个女孩子 跟她认识的那一些偶像是不一样的 那这两个人是在三年之后 唱了第一首情歌 那首情歌叫 其实你心里没有我 那唱片公司就塑造她们是荧幕情侣 就手牵手 各位想想只有20出头 这个少女只有19岁 那那首歌很打动人心 我相信彼此都是对方的初恋 这当中因为郑秀文 不论是在电影的票房 在唱片的票房 她都是女王 她自己也讲了 她是一个不会饶过自己的人 你知道她有多凶狠的对待她自己 她曾经很胖 她为了要拍《长恨歌》那个电影 10天之内瘦5公斤 而且只吃两颗苹果 她绝对不容许她自己胖一点点 有任何脂肪 那因为她不能容许自己这样 所以请问她压力都给了谁 都给了许志安 所以30年了 两个人在一起 你知道他们在一起的那一年 那个小三才出生 小三30岁嘛 所以有网友就说 不要忽略了路边的婴儿 因为她长大了是你的小三 婴儿也是小三的后生人 但是我们话说回来 这30年时间会不会一直都恶性循环 因为许志安跟郑秀文分手过 之后她会跟她的助理谈恋爱 你又跟女王谈恋爱的时候 你只是个侍卫长 所以停电的时候 女王害怕你就上去抱住她 那女王在上面拿奖座的时候 你就在下面一直哭 就是她有需要 你都是她的垃圾桶 她有需要你都是她的沙包 那请问那谁是她的沙包 所以这中间有好几年 谁是许志安的沙包 她的助理 因为曾经一度香港也传出来 她要跟她的助理结婚 那你可以想象 助理跟偶像在一起 当然就是伺候这个偶像 是不是得到出口我不知道 那我担心的是 他们之间会变成一个循环 这个循环意思是说 女王不可能容许输掉 所以把这个爱情找回来 是不是也是她一定要赢的方式 可是我想从更正面的想法是 也许郑秀文她真的改变 饶了自己 因为她在拍长恨歌的时候 她崩溃了 一个人常年不吃东西 把自己逼到一个绝境之后 她有很长的时间 甚至香港还传出来 她可能已经病危了 为什么 因为她得了严重的情绪方面的问题 这个时候 当时她跟许志安是分手 许志安是跟别人在谈恋爱 许志安就跟那个 她的女朋友说 我不能跟你在一起了 然后就回头来找了郑秀文 所以表示其实这两个人之间 因为刚刚也有人问我说 你觉得许志安还爱郑秀文吗 我说拜托 三十年 男人跟你在一起 可能三年就不爱了 我认为没有爱情这件事 但一定有家人之间很深的情分 但我最后要说一件事情是 这个小三黄欣盈 是怎么勾到许志安 他两年前 跟他手牵手 在一个公开的活动上唱情歌 你回过头去看那个影片 这两个人绝对有什么 那个电力 会不会我不知道男人有时候很奇怪 因为许志安五十一了嘛 是不是他又要寻找 那个十六岁的郑秀文 我不知道 可是有很多中年的男人 他最后会很 希望去找到那种 是不是初恋的感觉 我不了解 总之 那那时候他跟郑秀文是结婚的 结婚 那因为他跟郑秀文结婚五年了 到现在都是持续 所以这两年前 可是我说他握着那个 结婚了 是结婚了 那时候结婚三年 那那就不应该了 就不应该啊 本来就不应该 还有一个探讨就是说 因为新闻会说郑秀文有公主病 对 那可是许志安长期的几十年的包容 那也就形成一种模式 可是有人就讲说 那这是一个不平衡的感情状态 不平衡的条约 不平衡 可是我觉得 如果你们长期都这样 那就是这样的啦 不应该再去调整 就习惯了 我觉得官太太或明清太太 会出来原谅对方 其实是自己的私心 一来为了保住我的地位 保住我的财富 因为如果我老公垮了 我没官太太当了 我没有钱赚了 所以我会保住他的位置 那里面的思考是比较复杂的 对 然后另外呢 我会制造社会一个好的形象 因为我们台湾这个 一定要原谅 矫情的社会 虚伪的社会 就说他好有 好像原谅别人是一种美德 什么以德报怨 孔子就讲了 以德报怨的话何以报德 应该以直报怨嘛 错就是应该受惩罚 什么我原谅你 当然那是他的权利 可是问题就在于说 那你后来怎么办 譬如既然要八卦 我们来八卦一下 譬如说张博之的例子 谢霆锋原谅他 我的老婆跟人家亲热的影片 流传全世界 我怎么受得了 跳个国标舞都受不了 这个我怎么受得了 但是为了表示我大男人的风度嘛 我总不能说这样 就为了这样跟他离婚 所以我 我会持住嘛 但是等到后来张博之在 在飞机上碰到陈冠希 要去跟他主动去跟他合照 而且自己去自拍 那是罪魁握手 那个是两个层面啦 他那个影片流出来 那个是婚前 所以婚前是没有错的 那后来去牵手或去道歉 或是再跟他 那个是婚后 那个就是不容许的 主老师你罪有中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有跟上耶 那这样子 就是一个自拍 他竟然就不能原谅 他后来就没有去 他后来并没有上床啊 可是我受不了 所以重点不在于 你的肉体关系如何 而是在于说 你应该看到这个人 眼躲都该躲得远远的 你竟然还去跟他自拍 那你自我于何地 而且正好我找到理由 其实我 早就想离了 对我早就想离了 你正好给我这个借口 我可以理直气壮的 把你离掉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 反正愿人一忍的忍 不愿意忍的不要忍 但是千万我们不要把 原谅别人当作一种美德 原谅别人是福气啦 但是那不是什么美德 我们如果我们去处罚一个人 像我这样被处罚 那也是应该的 那处罚的人也是有权利的 因为你违背誓约嘛 你违约本来就要罚款啊 这是很公道的事情